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奇喵 这一期和大家分享这款胡萝卜帽小兔玩偶的勾芝 我们可以用它做包包挂件或者是作物小摆件 我们先从帽子的部分开始 2.5毫米的勾针,四股的牛奶棉 首先,环形起针 先锁一针 接着,在缓起的线圈中,勾芝八针短针 1 2 8针短针勾芝好之后,将缓起的线圈拉紧 接下来每一圈开始圈勾短针 直接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里,先勾制一针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的加针 在每一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做标记 第二圈就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一共重复勾制四组 第三圈,从记号扣的针目开始 继续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重复勾制六组 第四圈按照两针短针 一针加针,一针加针,重复勾制六组 第五圈,十三针短针,一针加针,重复六组 接下来的第六圈和第七圈 勾制两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每一圈,都是三十个针目 两圈短针结束后 第八圈,要在每一针短针外半针的针目进行勾制 在记号扣的针目,先勾制一针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的加针 继续按照这样的规律,再重复勾制十四组 十五组加针勾制好之后 在记号扣的针目,勾制一针引八针 锁三针 接下来勾针穿过整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先勾制一针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长针的加针 接下来这一圈,就按照一针长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重复勾制完这一圈 二十二组加针结束后,在这一圈第一针长针的针目,勾制一针引八针 锁一针,锁一针,断线,隐藏线头 叶子的部分,勾制一针九针锁针形成的锁针链条 在开始的位置,预留出线头 继续,从这一排倒数第四个锁针的针目里,先勾制一针长针的加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长针 继续,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各勾制一针终长针 在这一排剩余的两个针目里,各勾制一针短针 锁一针,断线,预留出捆绑的线头 再按照同样的方法,勾制一片相同的织物 最后一片叶子,勾制一条十一针锁针形成的锁针链条 在倒数第四个锁针的针目里,先勾制一针长针的加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各勾制一针长针 继续,勾制三针终长针 继续,勾制三针终长针 在这一排剩余的两个针目,各勾制一针短针 锁一针,断线,预留线头 接着再将叶子预留出来的线头,从帽顶的中心位置穿过,打结固定 捆保好之后,可以用少量的液体胶来固定叶子的中心位置 身体的部分继续,勾制八针短针 第二圈,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重复四组 第三圈,从七号扣的针目开始 继续,按照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重复六组 第四圈,按照两针短针 一针加针,重复六组 继续勾制五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每一圈,都是二十四个针目 第九圈结束后 第十圈,从七号扣的针目开始 按照三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重复勾制六组 第十圈的六组加针勾制好之后 再勾制六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每一圈,都是三十个针目 第十七圈 从七号扣的针目开始 先勾制四针短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 勾制一针短针的减针 继续按照这样的规律 再重复勾制四组 接下来这一圈 在七号扣的针目 先勾制一针短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 勾制一针短针的减针 在这一圈接下来的二十个针目 按照三针短针 一针减针 重复四组 在这一圈剩余的两个针目里 各勾制一针短针 第十八圈 一共是二十个针目 第十九圈 按照两针短针 一针减针 重复五组 五组减针勾制好之后 用棉花将织五填充 最后一圈 在七号扣的针目 先勾制一针短针 在这一圈剩余的十四个针目里 勾制七针短针的减针 一 二 第二十圈结束后 直接断线 预留出缝合的箭头 再用缝合针 在最后一圈的每一个针目 缝合一圈 将箭头拉紧隐藏 耳朵的部分勾制一条 十针锁针形成的锁针链条 从倒数第二个锁针的针目开始 按顺序 先勾制三针短针 再勾制三针中长针 继续勾制两针长针 在剩余的最后一个锁针的针目里 勾制六针长针 六针长针勾制好之后 继续按顺序 根据屏幕上方的图解 勾制完这一排剩余的针目 按顺序勾制好之后 最后锁一针 断线 预留出缝合的线头 找到第八圈和第九圈中间合适的位置 粘合眼睛 缝合鼻子 最后再缝合耳朵 粘合帽子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的 感谢观看